四十三,明報,眼中風,單眼突然蒙茶茶百人兩中朝可致盟 2015年7月13日呼刊D.02陳雅均力急劇變差,景物變得模糊 歪邪,不少人都曾經歷過,眼花,可以是你,李海洋醫生良, 梁玉龍醫生雙風,也可以是過勞,若只有單邊眼睛視力變差, 小心是眼中風來襲,據本地研究,香港每一百人,便有1.6至1.9人 還眼中風,估計未來十年,將新增七萬宗新增,眼中風來勢洶洶 可致永久失明,更是老中風先兆,文,陳雅均濤,王志東 受訪者提供,Images by Kenny Always Dark 花脆動脈山塞海如黑布遮一眼老中風或聽得多 提起眼中風,不少人吸一頭霧水,眼中風,到底是什麽一回事 中風,即血管被災害或爆裂,血管生災害的位置 若在腦血管,便是老中風,令腦細胞缺血死亡,可導致半身不遂 無法言語,眼中風,顧名思義,即涉及眼部血管 急症科專科醫生李海洋解釋,視網膜內滿部動脈 一旦山塞海或爆裂,眼細包缺血,影響視力,嚴重可致失明 靜脈山塞海望直線變彎曲眼科專科醫生梁如龍指出 眼中風可分為動脈山塞海或靜脈山塞海 兩者症狀不一,動脈山塞海,症狀較急劇明顯 一邊眼睛短時間內視力急降,感覺像被黑布臉遮蔽 猶如完全失明,大驚之下,患者大多立即求疑,然而靜脈山塞海 卻令人掉以輕心,徵臟相對緩慢,視力逐漸變得模糊 病人往往到瞭望直線時變彎曲,或眼前出現陰影,才察覺不妥 後惠,黃斑水總事物邊形治療腦中風,近年提倡把握黃金七十二小時 眼中風又如何?治療眼中風,雖然沒什麼黃金幾小時 但大量臨H.數據顯示,必須盡快治療 量於龍指出,尤其是眼動脈中風,即時救治 效果也不理想,仍有不同程度的視力下位 但盡早治療,有望減低永久失明的風險 至於眼靜脈山塞海,相對影響較溫和 只要治療及時,有望完全恢復視力 無論是動脈或靜脈中風,若然誤治療 種種後衛及拼發症,隨時一發不可收拾 黃斑水總,黃斑點位於視網膜中央 布滿感光細胞,視視力最為敏銳的區域 眼血管阻害,特別是靜脈阻害 如果發生在黃斑區,會形成水腫 即水後的黃斑點,猶如滲水後鼓起的腸子 導致境脈邊形,望直線時變彎曲 視網膜細胞長時間甚泡在血水中,可以死亡 或治療後仍然留有水積,視力模糊損害視力 動脈生出害,可視網膜細胞急劇死亡 甚至永久失明血管增生形青光眼 身體有自我拯救機制,當眼血管生出害 為了繼續供應血液,會增生血管 然而這這新血管,大多未能將血液輸送知識到地方 更常常急性出血,嚴重的更可能阻害眼睛排水口 令眼壓變高,演變成青光眼 影響視力,甚或導致失明斷診眼中鋒 主要視眼底檢查和光學相關斷層素描 眼底檢查即以眼藥水放大中控後 以特製儀器觀察視網膜、視神經、眼血管等 有助找出血管收窄、眼底出血等問題 以及判斷是靜脈還是動脈生出害 至於光學素描 則有助評估黃斑水腫情G 梁禹龍說 當確診是動脈生出害,須為眼睛大幅減壓 梁禹龍解釋 當眼壓下降,眼內和眼外部壓力出現猜疑 外部壓力會將眼內血塊推離懸毀,令被刺害的血管再次流通 其次是由醫生按摩眼球,同樣利用壓力推走血塊 但必須由醫生進行,切脈自行嘗試 打針入眼吸水靜脈生出害,則須直接注射藥脈至眼內 加快回收水分 李海洋醫生笑指,一聽到打針入眼 病人多嚇至驚慌失措 梁禹龍及拍胸口保證 不怕,完全不痛 注射在電光火石間完成 全無痛楚 靜脈生出害會增加眼球內水分 注射藥物有助吸收眼內積水 減低黃斑水腫 然而靜脈生出害嚴重 眼細包缺氧,則須使用激光 減少新血管形成 李海洋醫生梁 梁禹龍醫生頭暈眼花 相信不少人也經歷過 徵狀和雙風過爐有何分別 食鼻潤藥,使用平板電腦 增加眼中風風險 眼科醫生一一解答 雙風中風也眼花,點分 李,頭暈暈,眼花花 是顏中風的徵狀之一 然而感冒傷風,也會頭暈眼花 兩者有何分別? 梁,有兩大分別 其一是顏中風的病徵較急 視力多於數十分鐘至一小時內急劇下降 更重要的是 顏中風通常只有一邊眼視力變差 全部景物或是一個角落變黑 若中風導致視網膜中央的黃斑點出現計發性水腫 直線更會變彎曲 視力自動回復,小心陷阱 你,病人一邊眼睛視力突變模糊 景物變得歪斜 但一小時後,視力卻完全恢復 這樣的情G,可否不看醫生? 梁,視力變差卻又很快恢復 不少病人以為只是小事 拒絕就醫 這觀念是錯的 出現顏中風徵狀 日後大型顏中風風險極高 必須盡快就醫 現時已有各種治療 包括檢查血糖、血壓、血脂 有否出現三高,判斷再次中風的風險 其次,若是動物傷害導致顏中風 有藥物可預防再次中風 顏中風可造成永久視力損害 千萬不要忽視病徵 應在無法補救前求診 如何預防顏中風? 你,預防老中風 應控制血壓、血糖、膽固醇 顏中風如何預防? 2. 首先是定期驗眼 眼科醫生可透過眼底檢查 觀察視網膜血管的粗有和阻害情 G. 評估中風風險 其次,定期驗身 周出眼中風的高危有因 包括三高、睡眠窒息、心律不正等 一旦發現者身有因 可以及早控制 避免演變成眼中風 控制三高 最重要是飲食均衡 避免高鹽高油食物 健康運動 作息定時 另外,尼古丁也是高危因素 應減少吸煙 常玩手機雙眼招風 你,智能手機 平板電腦十分流行 會否增加眼中風風險? 2. 目前並沒數據顯示 兩者直接增加眼中風風險 然而長時間使用 害處多多 包括另眼部肌肉繃緊 有發近視 腦花 其次 若因沉迷使用而減少運動 同時進食薯片 汽水 可治血糖 血壓和血脂增高 便上增加中風風險 建議每使用三十至四十五分鐘 便稍作休息 觀望遠方景物 食鼻印丸更易中風 你,女士長期服用鼻印丸 會否增加腦中風、顏中風風險? 2. 確實增加了一點風險 因為鼻印丸中所含的賀爾蒙 會增加血液營潔力 有小部分人士的血液營潔力因而大增 導致血管生出害 增加顏中風或腦中風的風險 因此 服用鼻印藥 切勿更改醫生處方的劑量 因為過兩服用 會增加中風風險 其次 也應定期檢查身體 眼睛 監控中風有因 瓦尼復之眼中風等 怨怒中風先笑眼中風突襲 固然要嚴眼 原來更要嚴身 每一百人中 有一點六人增出現眼中風 發病率高 但公眾認識卻十分有限 尤其是靜脈中風 視力慢慢變差 症狀不明顯 容易被忽略 楊玉龍醫生指出 研究顯示 顏中風患者進行磁力共振 常發現引力性腦梗死 即腦部微血管閉塞 有一些腦細胞死亡 腦中風一觸即發 他解釋 顏中風患者 往往也是三高人士 即高血糖 高血壓 高血脂 三高也是腦中風有因 病理和顏中風相通 所以顏中風可視為腦中風先笑 一旦確診顏中風 應盡快檢查身體 找出有否三高並加以控制 有在預防腦中風 李凱陽提醒 心律不正 睡眠窒息患者 也是眼中風的高危人士 心律不正 心跳時快時慢 血液流動變慢 容易形濟及結塊 若由動自眼及腦部 可造成血管阻害 睡眠窒息 即增加血管病變 三高風險 也可有發中風 視網膜中央動脈傷害眼底檢查下 動脈傷害的影像 由於動脈血管缺血 視網膜變得蒼白 而黃斑點櫻桃紅斑 即顯示黃斑點水腫情G 黃斑水腫光學素描 有助進一步判斷黃斑點水腫情G 黃斑水腫,徵狀包括景物邊形 望直線時變彎曲 家庭醫生體醫生主持 李海洋養和醫院及症科專科醫生 顏中風可致永久失明 治療黑不容患 傷風,過爐也會頭暈眼花 顏中風最大的特點是 通常只有一邊眼睛視力變差 嘉賓,梁玉龍眼科專科醫生 顏中風患者 往往也是三高人士 高血糖、高血壓、高血劑 由於三高也是腦中風有因 病理和顏中風相通 所以顏中風可視為腦中風的先兆 有關於最終的時間 健康可視為腦中風的天空 有關於最終的天空 水腫中風的先兆 在會兒中風的晚餐 中風的一天空